環球大劍線深入世界最前線 全球各地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思敏 兩岸大事國際政經軍事脈動 深度剖析打開視野 節目開始歡迎嘉賓參與討論 首先歡迎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 劉碧榮老師 大家好 前陳宮崎建長 黃真輝建長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 文化大學廣告系教授 紐澤勳老師 思敏各位大家好 好觀眾朋友 我們要特別關注到 在27號這一天 日中韓正在舉行峰會的時候 看到解放軍的最新動作 這是來自於日本的防衛省 統合幕僚的監部所做的一個通報 說在這邊征獲了中國大陸的解放軍 這一架特別來看到畫面上 WL-10的偵察攻擊無人機 在東海上空做飛行 讓航空的自衛對戰機 趕緊的起飛來做監控 因為已經非常的靠近了 目前我們從照片上來看 這款飛機類似是什麼 中國的翼龍-10的這一架無人機 好這也是解放軍所稱的 無真一靈高空高速的一款 無人的攻擊機 這一款無人機的特性 它是以高性能的攻擊 偵察聞名 好我們特別來聊一下 它的一些小資訊 好這就是翼龍-10 最大起飛的重量三噸 那我們也看到了最大的航程 達到了4000公里可以持續滯空8小時 剛剛講到兩大重點 第一大重點就是偵察的功能 可以在偵察大約達到目標400公里以外的目標 再來攻擊的性能它可以攜帶 包括了滑翔炸彈 小型飛彈還有真程炸彈等等 另外還可以掛的是英極9的反艦飛彈 請教艦長如何看這一架無人機它的性能 它這一架無人機 首先你要照像這種無人機造出來 是不必訓練的 它就可以直接服刑 就好像你去買一個無人的 現在有無人計程車 買來之後你要訓練駕駛嗎 你不需要 你直接就去用了 所以它這些所有的這些無人機 大概都是這個 就是它只要研發 交給部隊 就可以直接去使用 然後大家都應該知道 大陸是無人機大國 我不要說像這種的 你從到蝦皮網去買 哇塞那個多少無人機啊 那個小的那一點點 幾十塊人民幣到幾百塊人民幣 就可以買到不錯的 所以它就是因為它的量太大 它的人太多使用的太多 所以它整個的無人機發展 是從民間帶動的 如果像台灣 台灣我們也有叫做無人機的一個國家 對對不對 那是整個都是國家在推動 國家的錢是有限的 所以台灣想要做到它這個地步 非常困難 你不可能跟它投入一樣的錢 就算你跟它投入一樣的錢 你沒有民間的那個支持的那個量 所以大陸所有做無人機 是五花八門 百花齊放 尤其這個 它有一個 除了剛剛你說的這個東西之外 我要特別介紹一個 是一個非常奇特的 它就是所有的飛機 其實它到了某一個高度之後 因為它的叫做空氣太稀薄 這時候你再去控制它的翼 它已經很難掌控它的飛行方向了 到什麼時候就很困難了呢 20公里以上 像以前我記得 像你看所有的這些戰鬥機 大概都在20 21 22 大概都在這裡 那都是要衝到很快 你才能夠維持到 超音速你才能夠維持它的 這種氣動 但是超過20公里之後的無人機 結果我去查了所有的資料 就是我們中國大陸的 無真7 無真8 以及現在的無真10 無真7多少你知道嗎 20公里 無真8 30公里 我聽到人製造的 所謂的飛行器 要你像上次飛的 不是打一個導彈這樣過去的 30是我看到最高的 所有的戰鬥機都到達不了 上次你記不記得F-20 要打那個氣球 它大概飛到18 19而已 它就發射一個飛彈上去 因為越高它越難控制 可是它這一款飛機 無真10能飛多少我不知道 但是通常它在一個一個 往上加的時候 代表它的性能會好 所以無真7是20 無真8到30 再往30往上推 我真的是很好奇它能到 但是目前查不到它的資料 那這款飛機 我不要說無真10 無真8基本上 你沒有武器能夠打得到它 就算你再利用各種方法 都很難 意思是它在那麼高的高空 它飛得高它看得遠 然後你還很難把它擊落 這是它的一個很特殊的地方 它將來這個東西 我看到這個東西 我就想到說我們最近空軍不是飛行員 說要退休嗎 我跟你講那個問題是解決不掉的 因為台灣的人越來越少 外面的誘惑很大 外面的待遇太高了 我記得我有一次我參加一個 那個空運節目旁邊一個空關的退休 我說學長你現在多少錢 它40萬一個月 我聽到嚇一跳 我說哇你們這麼高啊 他說我進去的時候只有20萬啊 你知道嗎 他從空關一退休是20萬起 到比我年紀還輕已經40萬 你就知道誘惑多大 那你如何解決 無真8 無真7 無真10 就是它解決方向 因為它的功能可以比得過一架戰鬥機 好 謝謝 謝謝建長 我們持續看到在關注這個 易龍伊林他現中的時間 剛剛講真的是時間很巧妙 為什麼 就是在中日韓峰會的舉辦的同時 我們看到這次的峰會上 我們要特別來注意到的是幾位元首 南韓總統飲食院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還有中國國務院的總理李強 在會後 他們針對了幾個議題 包括了東協中東俄烏 北韓議題什麼都談了 但是注意到了這一次的議題上面 就是沒有提到比較敏感的台海問題 這次李強在會議上也特別強調了多邊主義 還有維護整個東北亞地區的安全 當然了大家也關注到他們會談的朝鮮半島的和平 不過這場會議其實已經睽違四年多來舉辦了三邊峰會 刻意隱藏重大分歧的台海問題 我們要來看到是說這是給岸田跟尹錫悅特別做面子給李強嗎 如果是這樣為什麼要這麼做 還是520之後中日韓現在對於台海的現狀會有新的一番共識了嗎 劉老師怎麼看 不過這次的會議他們刻意沒有談台海問題 其實在會前就曉得 就大家一般的評論都曉得 第一個這次會議 就是你說四年回歸四年第一次有的三國領導人的會議 其實四年前都不是他們的三個人 三方的領導人都不是他們 那麼這次會議大家覺得我們面臨的是經濟問題非常嚴峻 我們曉得中國大陸的經濟問題很嚴重 韓國的通貨膨脹的問題也非常嚴重 當然日本本身的經濟也一直起不來 然後你想想看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 他的支持度也低 尹錫悅的支持度也低 大家都在這麼低 大家都想搞經濟的時候 所以人家都看說那你們三個 基本上也是是不是能夠推動中日韓三國的自由貿易協定 也就是在會前呢 他們就設定說三國能見面 很嚴重能見面 象徵意義本身就是一個成功 然後第二呢 現在大家都面臨了高齡化 大家都面臨了經濟的問題 所以當務至極是經濟問題 那所以安全問題呢 各說各話嘛 因為講來講去每一次都是這些話嘛 對不對 每一次這些話 每個人把自己的紅線表達清楚以後 然後更快就轉到經濟問題 所以這次倒沒有特別覺得說 因為是給李強面子或者怎麼樣 而是說經濟問題的重要性 其實遠超過我們現在考慮到的安全問題 是 好 所以三國都要來拼經濟 尤其是我們看到 剛剛老師幫我們講到日韓等等 他們都希望在趁這個場合能夠來拼經濟 有沒有時時達成一些什麼新的進度 我們也來看 這場峰會上 李強把他定調說 形容是三國關係新的起點 剛剛老師也特別提到 是三個都是新的人來參加這場會議 目前最大的進展當然就是在經濟上面 已經講好了 接下來大家要來加速FTA的談判 不過比較具有爭議的地方是 共同社的報導 岸田要求中國大陸方面立即取消福島的核污水 台海啟動之後 中方對日本水產的進口的一個限制措施 希望能夠來去加強強化這項限制 那針對此李強則是返回去要求日本 你要針對國際的這一些監測 你要拿出你的誠意 跟解決的一些建設性的態度 我們現在看到日中關係要有進展 雙方就要有一些些的讓步 這一次的水產的這個議題 能不能成為北京的重要籌碼 劉老師怎麼看 這個部分當然是北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籌碼 因為就總體的一個權力結構來講的話 其實中國要比日本要大得多 那日本現階段在峰會的過程中間 他提出這樣的一個水產品 希望能夠讓中國去解除這些 對水產品進口的一些相關的一些限制 但就是說媒體上面其實也有報導 李強相關的一些論述 他是希望日方能夠重信守諾 妥善地處理這些歷史跟台灣的一些相關的一些問題 你看這樣的一個態勢 基本上就是把整個這個議題給複雜化 也就是說掛鉤了整個歷史的一個恩怨情仇 跟台灣的一些相關議題來講的話 就會使這樣的一個日方所提的這個水產的一個 解禁這個議題變得相對的微不足道 我覺得就是說北京在這樣的一個面向上面 確實有它比較綿密的一些戰略跟戰術的一個規劃 因為畢竟如果今天提到了歷史上的一個問題 歷史的一個恩怨情仇來講的話 這個部分日本其實很難跟中國在談判過程中間 佔上風 因為日本在這個議題上面明顯是理虧的 那所以呢你要的太多就變得不適當 那第二個如果今天把台灣的一個議題加進來來講的話 其實這樣的一個複雜的一個程度其實就更高 那中方如果把這個台灣的一個議題加進來來講的話 它其實會有幾層次的一個考量 第一個考量來講的話就是說 它想要點請日本 你是不是在這整個的跟中國跟美國在互動的一個過程中間 你不能把雞蛋全部壓在美國這個籃子裡面 你至少可能要行使一種對中跟對美的一個等距的一個外交 那這樣的一個提醒想要去點請日本來講的話 等於就是某種程度在削弱美國的一個力量 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當然是北京方面希望能夠達到的一個目的 如果把台灣的議題放在裡面來講的話 那第二個把台灣議題放在裡面 來跟日本方面來做一定程度的一個協商 它的一個主要的一個考量來講的話 可能是北京希望能夠以日治台 用日本來牽制台灣 因為畢竟來講的話就是說 北京方面如果祭出這樣的一個戰術 或祭出這樣的一個戰術 基本上來講的話 也是希望你日本能夠在兩岸選一個邊 而不是持續的去跟台灣保持這個綿密 或者是要啟動更綿密的一個實質的一個互動的一個關係 那這樣的一個戰術操作來講的話 也是希望能夠藉由這樣的一個操作的一個策略 去削弱台灣的一個選項 那你台灣的一個選項如果削弱來講的話 北京在跟台灣在博弈的過程中間 它的籌碼就更多 它的一個勝率就更高 那如果你日本能夠相當程度的去滿足 北京方面的一個需求的話 那針對這個整個水產進口解禁這個議題來講的話 其實我覺得中方也會不斷的去磨日方 因為我覺得籌碼還是在中方手中 那中方會怎麼樣去磨日方呢 其實我覺得是很簡單的 第一個就是說今天你希望整個日本的水產能夠解禁 好 那第一個要面臨到的一個談判議題 就是說哪些水產哪些類型品項的一個水產可以解禁 這是第一個議題可以談的嘛 那第二個議題可以談的就是說 解禁的一些相關的一些數量 各個品項解禁的相關的一些數量 我中方北京也可以藉由這樣的一個議題的一個切割 不斷的去跟你磨嘛 好 那第三個來講的話就是說 什麼時候可以啟動解禁 那各個品項的一個水產解禁的一個時間 可能也都是不一樣的 那中方也可以計出這樣的一個談判策略 去跟日方去磨嘛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就總體的一個權力來講的話 北京是比日本要強得多 那在整個談判的一個態勢 或是議題上面的一個掛鉤上面來講的話 其實我覺得日本在跟中國在談的過程中間 是討不到便宜的 是 好 中日 我補充一點 可以更好再討論到這些中日 我想到美國一個非常有名的戰略學家布里辛斯基 他說美國戰略有三大惡夢 其中一個惡夢就是中日韓結盟 你去想想看歐盟 27個國家它能夠成立一個 對不對 一個壁紙 所以所有的通 為什麼中日韓不能夠成為一個結盟 然後成立同一個壁紙 然後讓稅務通 除了地緣以外 其實這三國人 你看它的外型都差不多的 所以它是一個有很好的條件可以結盟 而且這三個國家一旦結盟 你知不知道這三個國家的GDP 沒錯 超越美國 這三個國家永遠再也不要聽美國的話了 你們自己也不要打來打去 我覺得這是未來中日韓領導人 都要去好好的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美國拼了命的就在這中間插 劍縫插針 作梗 真的美國請全力要讓這三國對立在一起 其實我們亞洲人真的要去好好想一想 我們叫個亞盟好不好 像類似歐盟這樣子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長遠的一個大戰略 大家要去思考的問題 是好美國真的是現在最擔心就是中日韓整個關係 越來越好結盟嘛 不過我們現在看到關係到這三國的緊張情緒 在這場會議上面我們似乎看起來有比較降溫 尤其有一個議題大家再次的重申的就是 北韓無核化這個是有共識的 大家也在關注接下來會不會透過這一次中日韓之後 他們就會來主動聯手對北韓一起來出招 劉老師怎麼看 這個問題分成兩面來看 第一個就是北韓的問題或者朝鮮的問題 那他們當然非常關切 他們有都一致的共識 那麼朝鮮半島要無核化 北韓的問題對三國安全造成威脅 但是你說他們會不會聯合出招 我覺得這就有待觀察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你想只要北韓的問題還在 那麼中國大陸對北韓的影響力 雖然中國說我沒有影響力 各國都說你有影響力 是吧 所以北韓作為一張牌 也可以讓中國有更多的外交籌碼 籌碼 對 所以在這裡面 而且你看看 其實三國跟北韓的情書程度本來也不太一樣 當然別忘了三國再往後面還有美國 美國那邊還要去在整個操 還操縱日本跟韓國 所以這是一個點 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考慮 中日韓三國的這個峰會 它其實後來還有一個很大的一個重點 就是說要連結跟東協國家的關係 就是東北亞跟東南亞去連結 東南亞中間你可以看到他們講到 比如說這次他們講這次聯合公報上講什麼 講說他們關心的比如說貿易的問題 氣候的問題 高齡化社會的問題 這都現在大家面臨的非常重要的經濟問題 新問題那麼在中日韓峰會的前幾天 在5月23號的時候 你可以就是日經在東京開了一個未來亞洲的會議 那岸田文雄在未來亞洲會議上面 破壞他整個亞洲的這個計劃 就強調說我今天跟東協怎麼樣 加強關係 他強調說他脫炭 亞洲脫炭 他怎麼樣領導亞洲 他談到這個電動車的問題 怎麼跟東協有電動車的策略 然後來對抗這個中國或者韓國的布局 然後還有呢就是數字化 日本要幫東協在5年之內 共同培養10萬個高階的數位人才 然後後來講了一句話 他說我馬上就要開始中日韓峰會了 中日韓峰會的結果呢 那我把它推廣到這個中日韓以外的地區 所以他們腦筋裡看的是中日韓 腦筋想的是東北亞跟東南亞的結合 也就是剛剛建長所講的 整個亞洲的布局是這樣端出來 所以在亞洲的布局端出來 你可以看到未來亞洲會是什麼個走向 而不全是說中日韓三國 我們去對付北韓 那這把問題想小了 因為它更大的一個格局 更大的布局其實在後面 中日韓走向整個東西也都合作在一起 好 謝謝劉老師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地人政治 內政之爭 戰略價值 長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共襲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發展線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